当播足球快信 2021年8月21日 利物浦盼复仇搬尼 星期六晚上 英超第二轮有一场精彩好戏 利物浦将同搬尼在眼飞路球场进行较量 这场比赛是利物浦的复仇之战 相信红军球迷没有忘记上季那段惨痛的经历 今次再战搬尼 相信利物浦没有不赢球的理由 新赛季英超首场比赛 利物浦三比零兴取诺域治 球队顺利起获开门红 而从双方历史交锋战绩来看 利物浦近14次联赛对阵搬尼的比赛里面 占据优势 数据为十胜两和两负 但这两场失利当中的一场 就被红军球迷沉重的阴影 要知道上季联赛 双方的首循环交锋 利物浦主场零比一输给搬尼 前者英超主场68场不败的战绩 压然而止 纪录被终止或许者仲能接受 但利物浦在输给搬尼之后一决不振 接着进行的英格兰足总盃被曼联淘汰 而且随后的九轮联赛输足六场那么多 自此 利物浦在赛季中期就退出增贯集团 最终还在季末拿到一波连胜 才只惊险拿到欧贯联资格 可以说 官尼上季给了利物浦很大的打击 正是那场输球改变了利物浦的命运 今次遭遇黑胜 利物浦不单只要全取三分 更希望能以一场大胜来打击对手 从目前情况来看 利物浦拿到夸赛季英超六年胜 还要每场比赛都能攻入两个球以上 球队火力全开 更加可喜的是 后防核心维基尔 雲迪克已经复出 沙娜、沙迪奥·文尼 同迪奥高·祖达等攻击手 亦处于最佳状态 相信今次再战班尼 克洛普的球队会轻松获胜 在阵容方面 后卫安祖、罗拔臣因伤休战 班尼实力相当有限 他们上季紧排名英超第十七位 而新赛季英超首轮 班尼延续上季的推势 他们一比二输给白礼顿 在输了这场关键之战后 球队目前遭遇跨赛季英超四连败 可以看出 班尼在遭遇英超开门黑之后 他们希望在联赛第二轮全力洗脱 但今仗对手是进攻和防守都全面占优的利物浦 就算班尼改变策略 他们将重心放在众后场 在拼场之间创造机会 从而达到死守最后一度防线 但需要指出的是 利物浦现时兵强马撞 主力球员全部状态在线 班尼的处境可想而知 更加不利的是 班尼阵中值得可靠的风扇球员并不多 他们的比赛计划基本上是向机师活得传播 然后被这位攻击手自由发挥 所以今仗比赛 班尼确实难有作为 在阵容方面 后卫其云、朗志 同中场达尔 史提芬斯佳因相出不了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